很多的家长吃了闷亏 其实为了孩子 家长一定是努力的来付出 但是考量到经济压力 所以上网就买这个比较便宜的奶粉 但是有不孝人士利用这样子的弱点 把自己做造成可怜妈妈 需要帮忙的形象 吸引民众来帮他购买第一架奶粉 但是一收到钱之后 却推说自己的孩子生病了 不方便寄奶粉 让很多妈妈汇出的钱 就这样有去无回 小朋友们依偎在妈妈身边笑得好开心 但其实这些妈妈们 为了让孩子能够吃得饱 可是受了一肚子气 投诉人陈小姐亲自现身 说她几个月前在脸书社群 向一位正姓妈妈购买奶粉 没想到钱汇出去之后 却迟迟没有收到货品 她向卖家询问 对方却不断推说自己的孩子生病 等各种理由无法出货 直到陈小姐扬言要报警 这位正妈妈才愿意退钱 不过用的却是下一位受害者的钱 来做支付不断循环 有妈妈被骗太多钱 她是骗奶粉就是寄到你这边 然后但是你拆开看 你发现不是你的货 而另一位陈小姐 不仅也遭到上述手法诈骗 甚至也在脸书上 向另一位谢姓妈妈购买奶粉 但收到的却不是对的牌子 卖家声称自己寄错件了 要求陈小姐代为转寄给正确的对象 不过奶粉寄出之后 自己订的牌子却还是没有寄来 而这错的奶粉也一直被寄往 下一位受害者继续诈骗 另外还有这种手法 上个月底台北市行大也侦破 这起来自大陆的奶粉诈骗集团 透过网路跳板刊登拍卖 跨海向台湾民众诈骗 家长们费了钱却收不到奶粉 再由台湾车手提领骗道的现金 转给对岸不法获利高达50万元 估计至少有十多人受骗上当 警方也提醒民众在网路上 若是发现过于便宜的商品 就得要提高警觉 以免遭到不肖人士借此行骗 记者黄宽伟周静瑜台北采访报道